1929年12月2日 古人类学家陪文中 在北京市房山区发出了一封电报 请得一头骨 极完整 扑四人 向世界宣告了周口殿处处的古人类鲁骨化石 一场有关人类起源的论战 便拉开个序幕 在之后近百年的历史长课中 多地区进化说和非洲起源说 被无数人紧紧扼道 然而误解与歪曲已随之而生 如果你认为 非洲起源说是基于分子生学提出的 而多地区进化说 是基于形态学提出的 两者的冲突是分子生学和形态学的冲突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这两种假说的根本区别 在于研究思想 即连续进化思想和系统发育思想 这期视频 我们就回顾下两个理论提出的历史 理情背后的思想根源 20世纪20年代 是中国古人类的开局之年 安特生 施探斯基 以及布达生 发现并命名了北京猿人 随后 培文中在1929年 发掘出了北京猿人的头盖骨 并于1934年在附近的山顶洞 发现了现代人的头骨化石 同年 德国解剖学家 魏对瑞来到协和医学院任教 他详细研究了 舟口店出土的化石材料 并首次提出 舟口店的北京猿人 是中国现代人的祖先 在1946年出版的专注中 魏对瑞认为世界范围内存在四条主要的人类演化线 分别存在于东亚 欧洲 非洲和东南亚的欧洲 并画了张著名的演化图来展示他的观点 这就是多地区进化树的雏形 日后被称为山格莫星 然而魏对瑞是直升棍的坚定支持者 他否定环境和自然选择的决定性作用 认为生物的演化有自己的潜在力量 因此他受到了不少的批评 到了20世纪70年代 多地区进化树的理论逐渐成型 古人类学家阿兰索恩认为澳大利亚晚更新式的现代人 存在找挖猿人的特征 进而支持多地区进化树 而乌新智和张银韵在综合研究了中国古人类解剖特征后 提出大多数中国古人类头骨存在明显的相似性 因而不同时期的中国古人类是连续进化不断传承的 1984年 米尔福德·沃尔波夫 乌新智和阿兰索恩 共同提出了多地区进化模型 认为人属只有一个种 且更新式古人类的演化在很长的时间内保持着隔离和交流的平衡 使得不同地区的人群均朝着现代人的方向演化 1998年 乌新智进一步提出了连续进化附带杂交 即古人类的演化是一个连续的进化过程 伴有与日俱增的杂交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部分古人类会存在欧洲古人类的特征 纵观多地区进化树的发展历史 不难看出其核心思想是连续进化思想 通俗点说就是 非洲的人类共同先祖分散到世界各地 在相同的演化趋势下 不同地方的种群各自逐渐的演化出了现代人 然而民族主义者喜欢对多地区进化说进行扭曲 毁销个盖架说和非洲起源说的本质 实际上多地区进化说的提出者都不否认非洲的重要意义 米尔福德·沃尔波夫认为非洲是人类演化的中心 欧亚是分布边缘 中国古人类学的先驱 吴鲁康曾说 人类只有一个共同的起源 这是唯一正确的理论 至于演化成现代人的地区是不是只有一个 那才有争议 其实多地区进化树的缺点十分明显 很多假设实际上并不成立 它严重扩大了趋势演化的影响 同时喜欢拿零散的解剖学特征进行比较 这样的分析方式很难得到有用的演化故事 正如古籍追索研究员尼喜军所说 想要构建整个人属动物的演化补习框架 除去现代的系统分析 别无他法 那该怎么分析呢 1974年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一位博士生 正在被同样的问题感到苦恼 他在博士文文中画了个树 来代表人属的演化关系 虽然没有使用系统发育方法 但已无比接近真相 他提出 现代人起源于更新是晚期非洲一个近期的群体 并扩散到欧亚大陆 最后分布到全世界 这正是我们所熟知的非洲起源书 它的正式名称是近期非洲起源模型 这位博士生的名字叫克里斯·斯特林格 到了1987年 他使用简约法 对11个解剖学特征进行了系统发育分析 建立了一棵人属的演化树 近期非洲起源模型 就这样与系统发育分析 搞搞绑定在了一起 同样是在1987年 分子人类学的奠基人艾伦·维尔森 在《自然》杂志上报道了通过线粒体DNA 构建的人类演化树 同样通过简约法进行系统发育分析 推断出来 现代人起源于非洲 也就是著名的线粒体下巴 因此 在系统发育的框架下 分子和形态学在现代人起源上达成了一致 此后 近40年的时间中 分子和形态的系统发育方法 不断升级换代 数据量也成倍增长 现在任何一家测试公司 都能拿出可观的分子数据 尼锡君和张池 也建立了极其庞大的人属形态学矩阵 均支持现代人起源于非洲 然而 在一些多地区进化说的支持者看来 有三朵乌云仍漂荡在 近期非洲起源模型的上空 第一朵乌云 就是东亚 中更新式古日类的混败情况 又称中更新式的泥潭 在77万到12万年前 东亚的古日类 可谓是步步生机 玩无警乏的境界 活动区域超过二指数 包括马霸 许昌 许家瑶 金流山 华龙洞和夏河等等 吴新智认为 这些古日类既有原始的特征 又有现代的特征 正是多地区进化说的完美例证 是出于直立人 到现代人连续进化中的中间密质 在近代来的系统发育分析中 中更新式古日类的系统地位 逐渐有了些美目 许昌人和许家瑶人 被发现带有明显的尼安德特人特征 再加上内蒙古金斯泰一指 出土过尼安德特人相关的文化遗迹 所以可能是尼安德特人 向东亚迁徙 与当地的古人类发生了混血 那花龙洞 马霸 金流山 夏河等地的古人类呢 夏河人最早被破解了身份 陈发股院士团队 检测了夏河人的古蛋白血列 发现夏河人的血列 能与丹尼索尔人相匹配 2021年 尼喜军对来自哈尔滨的一块 约14.6万年前的头骨 进行了详细分析 建立了有史以来 人属最为庞大的形态学矩阵 经过三万亿次计算后 他精细地发现 哈尔滨头骨与夏河人 完美地契合在了一起 并且和大利人 花龙洞人 金流山人 形成了一个单系群 这意味着有理由 将它们全部归为一个物种 研究的共同发迹者 季强决定以龙江来命名 将哈尔滨头骨正式命名为龙人 龙人的发现非常重要 他成功将具有原始 和进步相间特征的古人类 归到了一个物种 拔去了非洲起源所头上 最大的一朵乌云 值得注意的是 近期非洲起源模型的提出者 克里斯·斯特林格 也参与了这项研究 细心的小伙伴可能发现了 前面不是提到 夏河人是丹尼索瓦人吗 那岂不是说龙人这个知系 就是丹尼索瓦人 实际上 丹尼索瓦人 从来就不是一个物种的正式名称 顶多算个俗名 没有模式标本 也没有分类学的理定 而龙人就不一样了 龙人是有正式名称 和模式标本的 因此 从命名法来看的话 应该把丹尼索瓦人 叫成龙人才对 第二朵飘在非洲起源所头上的乌云 来自基因测序的法前 2010年 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草图发布 测序结果说明 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存在基因交流 在近期非洲起源模型中 现代人是完全取代了当地人的 如果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 是不同的物种 为什么还会有基因交流呢 这是不是不符合非洲起源术呢 实际上 这是犯了生物学常识性的错误 首先按生殖隔离 区分物种是过去的方法 也叫生物学物种 而现在的物种 是靠系统发育上的单系群来定义的 也叫系统发育种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不要拿过去当现在 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 分的这么漂亮的单系群 在各自的演化道路上走得很远 当然是独立的物种 退一万步来讲 就算按照生殖隔离来看 不好意思 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 还是不同的物种 因为有基因交流 不等于没有生殖隔离 不等是秒了 尼安德特人 与现代人的杂交后代 有雄性不育的情况 几代之内 绝大多数汇血片段 就会被清除殆尽 而且在现代人的X染色体上 有很长的区域 都完全没有尼安德特人的DNA位点 这符合生殖隔离的霍尔丹法则 所以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 是有生殖隔离的 无论从什么角度看 它们都是独立的物种 第三朵乌云 是亚欧大国上 早于六万年前的 现代人化石 按照近期非洲起源模型 现代人 与六万年前走出了非洲 占领了全世界 然而 希腊出头了 二十万年前的现代人 以色列出头了 十九万年前的现代人 中国道线 出头了十万年前的现代人 在东南亚 还有七万年前的现代人化石 为了解决这些早期化石的难题 克里斯斯特林格 综合了化石记录 和分子性识的证据 提出了现代人的三阶段起源 即一百万到三十万年前 现代人在非洲起源 三十万到六万年前 现代人在非洲的遗传 多洋性增大 开始以小谷部队的形式 向欧亚大国迁徙 并走向了灭亡 没有留下任何后代 六万年前 现代人开始大规模扩散 占领了全世界 所以 欧亚大国 那些六万年前以前的现代人 都是先头部队 没有成功的生存下去 然而 对于现代人的摇览 非洲而言 想要知道 具体哪个地方是起源地 还存在较大分歧 基于大量的分子和形态学证据 一个被称为泛非洲起源的模型 被提出 在一百万到三十万年前 现代人是在非洲人类种群 网格状的混血中形成的 并不是同一时间 同一地点发生的 理论上的最近共同祖先 无法找到 克里斯斯特林格 在近期的综述中 也支持了这一点 非洲以外的人群 只是从非洲 这个巨大的遗传多样性中 走出的一小部分而已 至此 多地区进化说 和非洲起源说的发展历程 就大致介绍完了 不知道大家能否理清 这两大理论的研究思想 理清了的弹幕可以扣个1 由于众所周知的问题 人类起源的两大理论 备受误解和歪曲 我个人认为 那些将非洲起源说 视为西方政治工具 与那些将多地区进化说 视为民粹主义产物的行为 都是错误的 无论是近期非洲起源说的提出者 还是多地区进化说的奠记人 都希望看到科学上的证据 而非出于其他因素的迎合 虽然国际主流学者 支持多地区进化说的人越来越少 但古人类仍然是一个活跃的领域 很难说哪个理论是百分百正确的 我们应该持开放态度 鼓励科学家们去寻找更多的证据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觉得做得不错的话 还劳烦点个赞 能转发现就更好了 我是尚德 下期见